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1月20日 今天是星期六 繼續來到星期六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大家 討論經濟話題 早前 在香港 就是流傳著關於商界的消息 說香港 無論是股市還有樓市 不斷下挫 更加有外媒報導 外媒引述 消息人士透露 說香港的銀行準備 下雨收傘 下雨收傘 是一個很傳統 很出名的概念來的 專門來形容 銀行 即是說 境不好的時候 銀行就把他的貸款收縮 經濟環境暢旺了 他就叫你借多些錢 現在天氣不好 下雨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收回白傘 現在才是你最需要 把雨傘的時候 香港 有部分的發展商 據說就是被列入 這個名單 由於他們的業務 較為單一 又有非常之高的槓桿比率 所以 新的貸款 全部免賣 舊貸款 稍後再和你計算 所以我們也要和大家盤點一下 這個叫做四大發展商 四大發展商 雖然是叫做大MASA 但是同樣 是受到非常之大的影響 根據最新的分析 他們的 股票市值 由年初 到今天已經不見了 接近600億 只是說2024年 我們繼續詳細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繼續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式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臨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敬請各位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好的聽眾 記得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仍然會不斷有Patreon獨家優先節目 好了 話說 恆生指數不斷下跌 初初就跟你說要守著萬六 轉頭現在已經向著萬五點進發了 幾個原因 導致香港的 樓市和股市 發生極大的問題 當然利息永遠是一個 最重要的基本因素 好了 股票 投資 你需要收取 有部分股票可以賺股息 好了 買樓你可以收費 即是說股票也好 地產也好 他們 是有income 的 資產來的 而他們的最主要對手當然 是貨幣的利息 由於貨幣是有利息的 所以當利息越高 等於資金重新流向 就是這個現金市場 所以資產價格就會相對下跌 股票 跟樓市是相同 而香港最恐怖的東西 就是根本香港 除了股票 以及地產 其實甚麼都沒有 你說那些甚麼叫地緣政治 國際局勢 地緣政治 那些衝突對中國大陸和香港 應該影響有限 但是 香港為甚麼往往中國大陸成為重災區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 在這些有衝突的地方 也顯示出 背後 有他們的手影在後面 所以 中國大陸 又想搞經濟 又要在國際衝突上面 是叫做搞搞陣 直接導致 其實 整個世界 雖然我們平時叫做西方社會 但是 世界不是 就這樣劃分西方一半 東方一半 根本現在世界的主流 就是叫做西方世界 其實應該叫做現代文明世界才對 雖然還有很多 落後 獨裁 退步的地方 但是這些舊世界 佔份額 尤其是經濟活動 佔的份額相當之小 中國大陸 當然是落後世界的一員 曾經中國大陸想 進入 現代世界 成為重要的一員 但是由於這個叫做習近平 習近平的瘋狂野心 導致 中國大陸的真面目被揭穿 再加上香港 爆發的時代革命 香港就慘了 由原本的現代世界 跟著中國大陸 回到 退步 的舊世界 所以 香港經濟不好 跟地緣政治衝突 其實沒有直接關係 更加沒有全球經濟放緩 就算全球經濟放緩 也不會像中國大陸 和香港 那麼嚴重的 說回香港的地產商和投資者 由於 除了李嘉誠 誠哥之外 基本上 其他的 大媽傻 他們的投資的地方全部集中 在中國大陸和香港 而香港和中國大陸現在 全部是經濟的重災區 所以 他們 的投資當然 不會有良好的回報 甚至乎 借貸比例越來越高 而盈利 不斷收縮 資產價格又下跌 導致他們 可還款能力正在下降 好了 香港人 當然 當然仍然有很多人會可能是繼續選擇買樓 但是我們已經跟大家分析過了 香港現在的樓市是越跌越有的 小小的利好消息 那麼久以來幾乎都沒有出現過 近 這半年來 最好的消息 差不多就是習近平飛去美國說要走親美路線 這個差不多是最好最好的消息來的 自此以後 根本沒有出現過任何好消息 一直都說美國遲些會減息 美國也一早預計了就算真的減息 也不會大規模減息 即是說美國根本不會有 大規模的量化寬鬆計劃 香港作為擁有聯繫匯率 的一個地方 利息沒得話事 然後 又要拖著中國大陸 大部分的東西是大爆煲的 今天才爆發了在東莞超過80家 的汽車公司 一夜倒閉 包括代理大量的Audi 寶馬 Benz 全部做不住 跟你說 說這個 薪金已經拖欠了半年了 你說靠中國大陸經濟食糊 真的叫做食蕉就有份了 香港 的地產商當然股價是大跌 因為 香港的地產 不單止開始 被全世界唾棄 更加 發現買家 越來越少 香港人終於發現原來把資金抽走 一樣可以投資 再加上現在銀行 其實跟地產爭生意 因為銀行利息相當高 現在 你說買樓收租 其實你收到的租通常是 2厘多至3厘的 回報率 但是現在 定期存款是5、6厘 利息 所以你說資金 留在哪裡 結果香港的四大發展商 十幾個交易日 足足跌了接近600億 市值蒸發 香港的地產 不單止 絕對不能夠 是叫做開紅盤 就是每次一手樓大排長龍 然後瞬間買完 如果不是大幅劈價的樓盤 更加是叫做無人問津 香港的傻瓜數目 買少見少 因為已經買了樓了 買了樓 就不會再買的了 因為購買力實在有限 所以現在 地產商是 囤積了大量的貨幣 所以他們 根本出現了 就是被長線看不好 甚至乎香港的樓市現在 在外國的評級機構的眼中 香港的樓市甚至乎成為了風險因素 即是說 如果 你的商家 是拿著大量的香港物業的話 你的評級會被調低 因為你出現了信貸風險 所以香港差不多在短短12個月 在2023年的1月份 走到2024年的1月 12個月入面 差不多正式把香港 長達2030年的樓市 差不多正式終結 發展商拿著大量的物業 絕對不可以像香港的小業主那樣 說自住就不害怕 由於有太多物業 寫字樓租不到出去 沒有外資來投資 香港 生意沒有得做 沒有人會租貴價寫字樓 樓賣不到出去 香港 香港人的資金和消費 全部 帶離開香港 大量的 對外消費 例如北上尋寬 去日本旅行 直接導致 他們的現金樓 瘋狂下跌 利息資金 利息的成本 利息的成本又再增加 因為不僅銀行 是加利息 定期那麼高 他放貸出去 的貸款一定要收更貴的利息 所以 幾種因素加起來 又是你看不到 四種因素有甚麼可能性 可以忽然之間逆轉 所以 所有的利淡因素全部 齊集在香港的大媽撒身上 所以才有 江湖傳聞 銀行要對地產商 尤其是單一業務 又或者業務狹窄 的地產商 是要收益 好 我們這次跟大家 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ckshack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 Vpn SURF 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 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 只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是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